大家好,我们这期来说一下汉字,很久没说汉字了 那么我想说一个非常误解,非常深的,而且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关于汉字 就说把汉字当成是象形文字 而且它和西方的象形文字,其实就是所谓的古两和流域古埃及 那么古两和流域古埃及它的文字最开始,就是也是象形的 所以把中国的汉字和古两和流域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看成是同一个类的 那么而且认为象形文字是表意的 字母文字的话是表意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同时这个误解还包括认为象形文字是具象文字 字母文字是抽象文字,是高级文字 那么象形文字是原始文字 这个也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西方的文字和中国有本质的不同 其实就是文字最大的区别不是在象形和字母 而是在中国和西方中西 尽管说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都是象形文字 但是中国的汉字就是中国的文字和西方的所谓的象形文字 就是和古两和流域古埃及有本质的不同 这个不同在哪里呢 我们主要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不同是中国的文字我们是表意的 就是我们的它的核心 尤其是白话文之前 就是我们汉字的话当然也是在一直演变的 那么白话文就是新化运动之后的 那么白话文 那么这个白话文倒是说 我们就是字和音完全对应了 那么我们白话文之前叫文言文 文言文我们知道 就是字和音根本是不对应的 那么更早的话 其实文言文是什么以下形成 文言文是在春秋战国开始形成 那么真正的文言文成熟是到汉朝 到两汉 那我们知道许慎编了一个说文解字 我们认为它是最早的字典 其实它也是汉字成熟的一个标志 就是文言文 也是文言文成熟的一个标志 那么文言文之前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文字 文言文之前就是甲骨文和金文 那甲骨文金文尽管说也是汉字 但是它其实是不成熟的汉字 那么这种不成熟表现在什么呢 就是它和语言的这个同步性更差 文言文就是和语言不同步 但是呢 它是可以表达语言的 它是可以完整的表达语言的 就是就更通俗的来讲 就是它可以写文章 可以写成篇的文章 但是甲骨文和金文都没法写文章的 所以我们看 就是考古所发现的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 它都没有长篇 甲骨文更短 都是一句话一句话 那么金文的话 稍微还可以长 但是它也没有太长的 最长的就是目前发现最长的金文文献 就是五百个字 那就意味着呢 甲骨文金文呢 它其实作为汉字的最早的形态 那它其实是不成熟的 就是它不可以独立的去表达语言 简单的这么说 就是汉字的这种演变过程 所以呢 说汉字和语言完全对应 就是什么音都可以有字来写出来 是到咱们就是现在的这个白话文 以前的话是不行的 就是汉字和语言不对应 不对应什么意思 就是字的话 它其实是独立的 就是汉字 它是一套独立的这个符号系统 那么它 它相对于语言是独立的 所谓的表义表义 就是汉字的话 它是在于字形 这个字形本身 它是表达一个某一种意思 这个意思呢 它是和语言是脱离语言的 所以汉字 我们重的是字形和字意 这个最不重视的是字音 那么我有两个表现 第一个表现就是说文解字 就是许慎写说文解字的时候 是没有音的 那就是它没有注音 它有一个注音 是很简单的注音 就是读弱 你比如说 就是同音字 它用这个同音字来解释 就是用另外一个字 来解释这个字的音 就是读弱嘛 读弱就是它的发音 像谁谁谁 你比如说 这个词 对吧 我们说词气的词 和这个笔词的词 它俩是同音 那么它要介绍 这个词气的词的时候 它就说 这个词 读弱词 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还是没有音的 对吧 它是没有音的 没有拼音的 没有注音的 注意 就是许慎的说文解字 是没有注音的 其实就是没有注音 因为读弱读弱 它俩个字 它俩还是一个音 对吧 但这个音是怎么来的 到底是什么一个音 这个没法说明 没说明 许慎也不会去说的 那么我们就是 现在所看到的 说文解字 是有一种注音 叫反切 反切 那么它是后来出现的 那么然后 后人再补上去的 就是用反切法 给许慎的说文解字 加了一个注音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反 就是许慎的这个 这个说文解字 它也有 就是什么反 我下面会讲这个反切 非常重要 那么反切的话 也是理解 这个字母文字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那么 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 汉字不重视音 就是说文解字 其实没有注音的 那没有注音的 就说文 其实许慎不是很重视音 他重视的更是自行和自义 那么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我们的汉字 我们 中国很大 我们有很多的方言 对吧 有四川话 报社的时候 有广东话 尤其是浙江话 广东话 浙江话 闽南话 这些就是 其实啊 这个和 北方的语言 就是差异太大了 但是它都可以用汉字 来表达 那就是一个汉字 在不同的方言 它的发音是非常的 非常的 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 差别非常大的 也就是个 这意味什么 就是一个字 可以读很多音 无所谓 没关系的 既然可以读很多音 就是说 这个字和音 它是独立的嘛 对吧 它表达的是这种意思 这个意思 在所有的这个地区 这个意思 它是共同的 对而不变的 这个意思是不变的 但是音 对应同一个意思 指代这个意思的这个字 它的音 是要变化的 所以呢 那这是汉字的 其实也是 那么也有很多人讲 这个汉字也是让我们 中国变成统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那确实是一个工具 至少在语言上 在文字上 对吧 你的 甭管你的语言是怎么发音 千奇百怪 无所谓 但是字的话 咱们 咱们从意义的角度 这个意思 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汉字呢 我们重的是自行和自义 那么汉字 其实本质上来讲 它 它是 它是一个独立的这个符号系统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汉字的起源史 起源和演变史的问题 涉及到文和字的这种差异的问题 那么这期我不能讲 不展开讲 那么我只说 就是说汉字和这个西方文字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我们汉字啊 它是表意的 重的是自行和自义 它的重心也在自行和自义上 因不重要 因不重要 那么 它是表意的 但是呢 这个西方的文字啊 尤其是古亮和流域 古埃及 它也有 开始的时候 它也有似乎这个象形文字啊 但是它本身就是表音的 就是古埃及古亮的这个也是表音的 它并不是表意的 它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 我们说牛 我们它会用一个牛的形象来说 这是牛 那我用英文说啊 但是是一个意思啊 比如牛它是 cow 对吧 那么 对于中文来讲 就是我哪怕用那个象象形的这个牛啊 其实我指的更是这个牛的本身 是牛的本身 并不是这个牛的发音 并不是牛 所以呢 这个牛这个字 我们呃 就是在不同的方言 不同的地区 它可以有不同的发音 对吧 无所谓 因为我们指的就是那个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东西 但是呢 在这个英文中 其实在这个就是古亮流域果 而且是一样的 就它也会画个牛 那它会发音 发一个cow 对吧 牛 我们用英文来说 说这个例子啊 这个牛是cow 它绑定的就是cow 这个发音 并不是牛 这个这个动物 名称叫牛 它绑定的是cow 这个发音 就它就是 古亮和流域也好 古埃及也好 它画了一个牛 它这个牛的形象 并不是指牛本身 而是指牛的发音 指cow 所以呢 这个牛这个字啊 就是画成像牛的这个字 它对应的是cow这个发音 并不是牛本身 那中文的话 我们画了一个牛 对吧 我们指的是牛本身 并不是在牛的发音 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就是它是表音的 就是古亮和流域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它也是表音的 它画了这个象形 是对应的那个音 主要是对应那个音的 并不是对应它这个 那个那个含义的 所以呢 那么它和字母文字的一个区别 只是说表音的技术 那么它的技术还是比较粗糙 就它没有去分 它没有 比如这个cow 我们现在写cow是cow 对吧 cow c是发刻 这个o是a对吧 那个w是5 那么cow 对吧 cow 它是就是这个cow 它其实是有三个 后来飞成三个音 就是三个基本的单元 cow 那么在就是古两颗流域 古埃及的时候 它是把cow当成一个整体 用牛来去对应这个cow这个发音 它没有分 那么之所以后来出现这个字母文字 这个字母它的出现 其实只是这个 它的 就是更进一步的去研究这个发音 然后把这个发音给分解了 一个cow是一个音 然后分解成三个音 一个是cow 然后每一个单元 给了它一个独立的符号 这就是字母 但是这个像型文字的牛 它也是表音的 所以呢 那么从像型到字母 它只是说 这个表音的技术更细化了 更细化了 然后呢 它又把这个音给拆了 我可以拼 对吧 我可以拼出来这个音 那么 所以呢 仅次而已 然后呢 还有另外 刚才我讲的另外一点 就是说 这个像型文字到字母文字 绝对不是说从像型 从具象到抽象 它一点都不抽象 对吧 因为它都是表音的 无论你是不是画这个牛 你还是用cow 它表达的都是这个音 它怎么是抽象 都是不是抽象的 都是具象的 对吧 我们说具象抽象 要超越具体的这个物理上的这个属性 对吧 物理上的属性 那么发音 发音 它也是物理上的属性 具体的 对吧 你无论是你的 这个这个是个牛的一个具体的形 一个一个形象也好 你还是用字母cow也好 你表达的都是这个cow的发音 而cow的这个音 它是一个具象的东西 所以字母文字也不是抽象文字 那么这个它和这个像型文字 一样是具象的 所以从从像型到字母 它只是说 这个这个对这个表音的技术 更做了一个细化而已 然后呢 表达更简洁 你比如说 我既然我是表音的 我就无需来借助一个一个一个具体的形象 对吧 我还画一个牛 我不需要 我就用某一个符号来代表一个音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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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音 对吧 一个音的基本单元 然后我在什么原音符音 我再拼拼出来 所以呢 我其实这种字母化的抽象在 在古良和流域啊 古埃及就已经存在 我们我们知道 这个像型文字啊 就是像型只是 古良和流域叫卸型文字啊 那么只是在最开始 都说像像型 然后 到慢慢就就就就演变成这种所谓的线型的东西了 啊 就完全不像型了 为什么会这样的 就是像型文字 是被古良和流域和古埃及 他自己就废除了 啊 那么古埃及也是一样的 他到后来就形成一种草书体 草书体其实就是和字母差不多 我们知道到后来啊 我们就是真正的字母的这种原形是 是什么时间出现 还要晚一些 我们知道这个古良和流域的这个文字啊 非常早 出现的非常早 大概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就开始出现啊 但是字母文字的出现要再晚个两千年 就是在公元前一千年啊 有另外一个文名叫菲尼基啊 菲尼基啊 那么呃 他也是他也是一个一个什么 一个在做生意啊 那么他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现在的叫尼凡特 那就是呃 尼巴内啊 叙利亚这一带 那么这个菲尼 他他们最先使用标准的 就是标准化的字母啊 他这个我就是把就是把所有的语言 就是分成基本的单元啊 一个单元对应一个一个字母 我用这个字母就表这边 而且他这个字母是来 更多的是来源于古就是古埃及的 所谓的草书体 其实就是已经字母化了啊 那么 他之所以可以字母化 因为本身本身这个 他的相形文字就不是表意的 而是表音的啊 啊那么嗯从就是从相形到字母 他只是说在表音的技术上更细化啊 然后更简化更细化 然后他可以拼音啊 他其实就是根据音 然后来说的字母 然后来再再拼出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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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单词啊 所以呢就是哎 哎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怎么把一个单词啊 就比如卡尔 哎我要细化成最小的这种发音单元 哎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啊 那么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切啊 就是我类似于我们切开 我把这个整个的单词卡尔我切开 切开之后我发现可以分成三个单元 就是科阿欧对吧 科阿欧 啊这就是切 哎 那么中国的我刚才讲了 这个咱们呃 咱们最早的这个注音啊 你看就是切切啊 反也叫反切也叫切啊 也叫反啊 那么那就后来我们呃 谁啊 我们这个 我跟他讲就是咱们说说文解字 也是用这种注音方式啊 经常会看到一个反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反啊 什么什么切啊 那么这个是和和汉字的这个发音特点有关系 那因为我们的汉字 一般的话就是可以切 就是他有两个基本单元一般是 啊 你比如大 德阿 对吧 我们没有长的 我们不想西方他一个单词他是很长 比如卡尔就是比较短的 他有三个对吧 可以分成三个单元 我们都是两个的啊 比如大 那大的话他有 就类似于一个辅音一个原因 两部分啊 把它一切切成两部分 然后我我们和另外的 这个一个词啊 就是他的另外的这个辅音和原因也切开 然后用他的辅音和另外一个字的原因 再重新组合 叫反啊 啊 所以反切反切 切就是给把这个音给切开 切成最小的单元 反的话再重新组合 叫反切反切啊 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意思 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反切啊 切就是切开啊 把一个字的音给切开 反的话再重新组装啊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大 那我怎么来注音这个大呢 用反切法 那么我要切开这个大 对吧 一切是得啊 两个一切是得啊 那么我用谁来去这个表谈呢 比如说我用一个地啊 比如大地的地 他是得意 他有得 切开是得意 对吧啊 然后我再用一个啊 比如说是一个怕 害怕的怕 怕一切是破啊 对吧 然后地和怕反切 就是大 就是得啊 大 那么所以我如果注音大就是地怕反 这个就是其实说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啊 哎 这就是就是说他其实涉及到这个切这个字非常的形象 他就涉及到我跟他讲了 你比如说在这个西方啊 他从原来的象形文字啊 一个牛到一个cow的出现 他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这种表音上的这个进步 其实就是切 把原来的一个cow 然后切成三个三份啊 然后每一份都给他命一个字母 就是科 科 啊 就是cow 啊 他就是切 切 啊 那么 所以呢 我们叫反切 这个这个很有意思啊 那么中国的反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哎 就是在东汉 为什么东汉出现反切呢 因为我们东汉开始翻译佛经 佛经的话用用凡语就是印度的凡文 凡文就是字母文字 自所有的字母字母文字都是一样的 都是拼音 就是把一个一把一个独立的这个音切 切成一个细小的单元 然后每个单元命一个命一个字母 就是拼音嘛 所以就是切开的 所以这个反切啊 其实就是受这个凡 就是我们研究凡文得出来这个这个结果 因为他们是字母文字啊 他们是根据音来的啊 那么用我们的表达就是切 把一个字母把一个音切开啊 啊 那么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反切注音法 哎 东汉 然后呃 开始出现 然后慢慢就成熟啊 那么这种反切法一直我们就是拼音法 我们拼音 其实拼音也是反切啊 拼音和反切的唯一的不同是吗 就是我我们反切还是用汉字来表上 表示汉字 我们没有就是构造独立的字母 拼音的话 只是说我构造了独立的字母啊 就就就就就就这么区别啊 所以呢 字母也是表音的 他不是什么抽象的 他也是具象的 因为他表的是音音是具象的啊 那么所有的象形文字他也是表音的啊 他只是说这个符号表音的符号 只是用了一个复杂的一个象形的符号而已 但是就是你这个文字抽象不抽象和你这个符号本身没有关系 而是你表你在表什么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呃 象形文字 他也是具象文字 字母文字也是具象文字 从象形到具象 只不过是这个就是表音的这个技术发生了变化而已 更细化而已啊 那么呃 所以他不能是抽象的 恰恰相反 汉字是抽象的 因为汉字他我们是表意的 哎我这个字尽管说看起来很复杂 哦很很象形 呃 但是他表达的是意 注意啊 我们这个意啊 中文的意 我们是有意义 对吧 哎 意义 意义 那么前一个意就是意识的意 啊 意图的意 后一个意是人意的意 意义的意 道意的意 啊 那么在我们的汉字中 其实这两个意是相通的 啊 相通的啊 你比如说我们 我们说呃 中国啊 我们是有一个大义的历史观 我们说春秋大义 对吧 啊 那么呃 就是我们认为历史中存在着大义 存在着义理啊 那么到呃 晚清的时候到这个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儒叫张学成 啊 他专门就是对这个历史就有研究啊 他写了一本书叫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 这个义的话就是人意的义道义的义啊 那么他就认为这个历史中存在着义 他叫史义 这个义的话可以有两种写法 就是意义的意义 意义 哪个意都可以啊 就是意和意 他是相通的 为什么现在我们叫意义啊 所以这个意义的话 他是他他还不是说 具体的说哎 我的意图我想干干嘛 这是个意义 对吧 这个意本身他也是抽象的啊 那么但是这个意义的意义他又更抽象 那那意义 意义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哎 中国讲意义 中国话以意义为中心 意义的话 意义 他是更抽象是因为什么 他是共识 就是或者说一种公义 就所有的人都认同的啊 所以他是超越个人意义上的具体的意义的 啊 他是更抽象的 啊 那么所以汉字所表达的意义 他还不是说我们说表意表意 其实他更重要的不是表达的这种普通的意义 具体的意 还是一种就是共识性的意 我们叫春秋大意 意理啊 所以汉字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意理文字 他表达的是意 就是大意的意 道意的意 意理的意 而不是我们简单的意图的意 啊 所以你不能因为他是啊 这个字本身是象形的啊 是是具象的 就说哎 他是一个具象文字 因为他表达的是抽象的概念 那汉字所表达的是抽象的概念 而而这个西方的文字 无论是象形无论字母 他是表音的 是具体的音 他不关心 他都根本上讲他他不关 他表他对应的不是意 不是意 当然音中是有意的 但是他表达的是音 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啊 所以呢 这个汉字 汉字呢 我们是表意的 只有这个这个人类文明史中 只有汉字是表意的 所有的文字都是表音的 无论你是象形 无论你是字母 啊 象形和字母只是说表音的技术不同 啊 当然字母的话更细化 更细化 切得更狠 就是把整个一个音 一个一个单词切开 不同的发音 一个发音单元 啊 每个单元给他一个符号 叫字母 啊 那么 我们啊 所以只有汉字是表意的 啊 也只有汉字是抽象的 啊 那么西方的无论是 这个象形文字还是字母文字 都是具象的 好吧 我先说这么多啊 所以这个误解是很大 我想大家 大家一定是第一次听这个观念 你看这是我自己捉摸出来的 啊 你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也听到的啊 啊 嗯 嗯